好,今天先跟大家補一場英超 這場就是阿仙奴的賽事 我之前在蘋果的Facebook直播的時候 也有跟大家說了 富咸對阿仙奴的這場球 將會有很多球進入 結果真的打到90年代的賽事 還有少少針對攻的感覺 阿仙奴今季很進攻型,大家都知道 而其實富咸也是挺有前無後下的 之前富咸的賽事明明領先 還可以輸一些反擊出去 即是說領先了 但富咸還是要不停加速攻 而不是控球再腳拖慢個節奏 也不是穩守反擊,是繼續攻 所以這場富咸對阿仙奴哪有辦法不進入球 今天主場的富咸可能有看過之前阿仙奴的賽事 知道阿仙奴後場猜球組段會有少少問題 可能會出現幾乎龍門三個人後場猜球的情況 所有兩個閘位可能會上去 不會協助後場猜球 所以富咸一開始就向阿仙奴的後場施行高位壓迫了 而其實也因為這樣是直接成功取得入球 可惜只不過是取得唯一的入球 為何富咸的高位壓迫成功率是比較低了一點呢 這裏就真的要稱讚阿仙奴了 今天兩隻閘終於都肯幫手後場猜球 當球依然在後場的時候 今天的兩隻閘包括比力年和蒙利爾 都會回來後場那裏 不會像之前一樣一早過了半場 會回來幫手後場猜球 起碼連結 不會孤立著龍門和兩個中堅 經常被人焗死了 如果阿仙奴沒有這方面的進步 今天真的未必可以大勝富咸的 所以必須要稱讚艾曼尼了 來到這場賽事 他終於肯調整這個問題 只不過是基礎能力還未夠 或者是合作性還未夠成熟 所以才會見到早段比力年會送下大禮 被富咸出現了首過射門機會 還有今天是阿仙奴4-4-2 所以不夠中場球員幫手猜球 這樣才會出現上半場臨完場之前 蒙利爾沒有向前全球選擇被壓迫成功交失球 才會失唯一入球 總之都是失一個球 即是說阿仙奴今天四個後衛 只要齊齊整整齊在後場猜球 都已經避免了很多問題 雖然阿仙奴4-4-2多了個前鋒 少了個中場球員 不夠人猜球搶球 所以反擊的次數就不太多 不過既然是打來回高速球 富咸多些射門都未必有用 壓得太過前的話 始終會放大阿仙奴球員的級數 就算阿仙奴機會不多 不過阿仙奴始終是阿仙奴 如果你給他機會的話 級數上怎麼都會壓得住富咸 而且阿仙奴還要是4-4-2有拉邊 完整地針對富咸左右兩邊 事關富咸今天是3-4-3 左右兩邊整條走廊只有一個人打 富咸還要禁鬼攻擊型 所以左右兩邊的閘 整天都上去不回來 讓阿仙奴一打反擊兩邊 就很容易死了 今天終於可以看到阿仙奴拉兩邊的效果 好過魂家執教很多倍 魂家永遠都不肯拉邊 但是艾曼尼繼上一場拉邊 擊敗了屈福特之後 今場賽事再度使用兩邊 今天正算是左邊燒鵝比右邊MK 是誰的 28分鐘那一刻 完整地打到邊路的反擊 你看看富咸那邊的兩隻閘 真的不回來 兩邊不回來 後邊的三個中堅直接暴露於人前 就被阿仙奴打死了 當4-4-2的阿仙奴不夠防守中場 遇上兩隻閘都不回來的3-4-3富咸 即是有前無後遇上更有前無後 始終都是四人防線那邊 能夠早過三人防線那邊才開紀錄 阿仙奴臨完上半場之前被富咸追上一球 只不過是孟利爾左閘決定慢了 在後場被逼掉 就叫做交失了一球 其實失球和整體的戰術 都未必有很直接的關係 只要繼續4-4-2對著3-4-3針對攻的話 去到最後4-4-2始終都會多些甜頭 況且阿仙奴的級數是高些的 很難不贏的 而且結果贏了5-1 完全是被阿仙奴格石格了下去的 下半場的第一個入球 就在混亂當中的對攻當中 放大了拿卡錫迪級數 拿卡錫迪衝入去一吐就搞定了 富咸就再次落後 但是下半場更加心急 更加壓得前 更加表露了3-4-3無法主攻的足球理論 所以在67分鐘的時候 就被阿仙奴打個漂亮反擊球 這個反擊的組織表現都是非常流暢性 以及反映了球員的質素很不錯 包括比力連的後腳 藍絲的頭鎚連結 MK第一時間轉身直線 最後就是藍絲的漂亮後腳入球 可以說是近年阿仙奴的金球之一 上場的阿仙奴賽後平 我經意稱讚過他們的教練團隊 所訓練出來的體能和對抗性終於有效果 今天再見到效果越來越好 第四個球也會撐住邊路打進去 第五個球是掌握著富咸的高位壓迫失敗 阿仙奴過了半場打個快又搞定了 所以其實富咸來說 上半場平手之後應該要收手 下半場停止壓迫 不要再快打快再攻下去 應該是穩守反擊好一點 一定不需要輸這麼多邊路的反擊給阿仙奴 富咸今次的大敗也警告了之後阿仙奴的所有對手 現在阿仙奴已經成為了一隊 是有能力和弱隊打來回高速球的球隊 雖然他們的4-4-2依然是有些有前無後 不夠搶節能力或防守能力 對著強隊同樣會很容易死 但對著弱隊又剛剛可以贏到級數的球 所以日後的弱隊一對著阿仙奴頭15分鐘 高位壓迫完後就要收手 要回到打穩守反擊 只需要收縮防守區域的話 就可以化解阿仙奴的4-4-2快打快 事關OCE完全不適合在4-4-2中 或者叫做這種速度型的戰術中運作 只要弱隊收縮防守區域 如果沒有OCE阿仙奴就會老鼠拉龜 就算有OCE都會被艾曼尼放在邊路 發揮不到OCE的功效 同樣會老鼠拉龜 所以阿仙奴其實今季是有點像 這個16-17年冠軍的車路士 如果其他弱隊肯和阿仙奴打來回高速球 阿仙奴就會像當年的車路士一樣 這樣是擁有一季的蜜月期 事關今季的阿仙奴和當年的車路士 同樣擁有了一個基礎 就是體能優勢 當年車路士不需要打歐洲賽 這樣拿冠軍 而這個阿仙奴今季 大部分球員都不需要打剛剛的世界盃 只要再加上三個運氣 阿仙奴是有機會拿到今季的目標 當年16-17年球季的冠軍車路士 第一個運氣就是萬城的光頭佬剛剛才來到 還未有成績 而第二個運氣就是當年的熱賜依然是年輕 而第三個運氣也是最關鍵的 就是當年的藥隊竟然肯和車路士打來回高速球 只要今季的阿仙奴同樣得到三個運氣 就有機會達成他們今年想要的英超第四 第一個運氣就是萬聯繼續要內鬥下去 第二個運氣就是熱癡的球員繼續要好累 艾力神長期受傷 第三個運氣也是最關鍵的 其他藥隊會和阿仙奴打來回高速球 但是如果不會其他藥隊對著阿仙奴打 穩守反擊的話 即是說阿仙奴的前四依然是有很高的難度在 因為之前也曾經見過 只要對手穩守反擊去守今季的阿仙奴的話 阿仙奴只能憑運氣贏球 或不會像今天這樣可以憑實力贏球 加上要靠運氣的話也表示 阿仙奴爭奪前四依然處於被動的狀態 事關阿仙奴無法控制萬聯會否繼續內鬥 無法控制熱刺的艾力神會否繼續受傷 無法控制熱刺的體能會否好 更加無法控制藥隊會否對著他們打 穩守反擊 而且這群藥隊曾經經過16-17年的車路士冠軍球季之後 我就很懷疑他們還會否這麼魯莽 和強隊打來回高速球 這場輸給阿仙奴的富咸 其實是沒有經歷過16-17年的車路士冠軍球季 當年他們還未上英超 所以今天的富咸落敗不代表其他藥隊 對著阿仙奴同樣會這樣落敗 雖然我最近有稱讚過阿仙奴 但他們的前景依然存在著不確定性 如果大家不Click廣告、按廣告、彈廣告、視窗出來和播廣告 小弟的前景都會存在不確定性 大家一定要做回以上的活檔 這樣才可以令到小弟有些收入 可以有個尊嚴地生活下去 和繼續免費為大家出到片 之前大家開了學鬆懈了不要緊 現在只要堅持做回不要鬆懈 就好幫到手 希望大家繼續幫幫手 小弟先多謝各位 來到這裡 如果你已經Click廣告 或者懂得Click廣告 或者聽過的話就不需要再聽下去 不過我都需要照顧新的聽眾 如果你發現電腦裏面是沒有廣告 相信就是你的電腦那裏 裝了個Block Act的程式 擋廣告程式 只要你懂了個程式 你會發現電腦片裏面會有Banner廣告 片的右邊也有廣告 大家可以Click下去 彈到廣告視窗出來便會幫到手 另外就是手機那裏 片的下面如果有固定的廣告字眼地方出現 大家按下去也OK 無論是手機還是電腦都好 Youtube都會時不時在片的最前或者最右插入廣告片 大家除了播完廣告片之外 還可以在廣告片裏面找廣告link click下去 例如電腦的話 廣告link會在廣告片的左下角 手機的話廣告link會在廣告片的右上角 好了 那我們下一條片又會見 拜拜 拜拜 拜拜